法国蜘蛛人阿兰·罗伯特又有新的动作了 昨天夜里他来到了位于迪拜最高扭曲住宅大厦卡延塔 仅仅是依靠胶带等简单的配套 花费了70分钟的时间就攀上了最高层75层 卡延塔总高是307米 2013年6月在迪拜海滨区正式落成 最大的特点是楼体实现了90度扭曲旋转 堪称全世界最高最拧巴的大厦 所以罗伯特昨天晚上的攀爬是相当的惊险刺激 这是罗伯特第二次挑战迪拜的摩天大楼了 2011年他曾经爬上了迪拜的哈利法塔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高度超过800米的建筑